老同学来了 你应该问我吃饭没 吃了吗 连连 请您吃饭去 这也差 想吃什么呀 火锅 火锅 得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服务员 再来一杯拿铁 来 水就行 是跟叶飞吹了想起我来了 还是因为资金需要我参与 叶飞资金 没我的原因 没有 我跟叶飞没结成婚 是因为我家里人不同意 但是我们两个并没有分手 那我多问了 哪倒也不是 的确是我让谢老段去找的你们 因为我不想让雅静那朋友阿康参与 他想要操盘 那可是碰了我的底线 我们投资的话 当然也要参与决策 参与是当然的 但是不存在控股的问题 也不存在你们操盘 我跟别人站着在这看着 项目吧 大家一起做 也不存在谁坑谁的问题 您的拿铁 谢谢 请慢用 叶飞结婚了吧 又是买房子 又是筹备 对 结果呢 鸡飞蛋打 不是 我说谢老段怎么什么 不是谢老段说的 谢老段是你的铁哥们 怎么可能出卖你呢 你三姐不会说假话吧 我 我现在 你现在呢又移情别恋了 跟赵雅静好上了 我听说 还成立了一个什么房地产公司 叫帽亚公司 你扬书帽的帽 他赵雅静的亚 嗯 你不会以为 我是来找你重温旧情的吧 我十小那可不是剑骨头 那是 你是谁啊 大老板家的千金嘛 是吧 那我在你眼里呢就是 就是个哀仔的祸 没错 我就是这么想的 随便 爱怎么想怎么想 我还就告诉你了 我这次还真就想跟你们家合作 把我过去的损失 这次全都找不回来了 你不怕再损失啊 损失我认了呀 下午见吧 老同学来了 你应该问我吃饭没 吃饭吗您的 请您吃饭去 这也差 想吃什么呀 火锅 得 边儿去 边儿去 那边去 咱俩不是一伙的 你 这人 天天口口声声说 支持我跟傻猫在一起 结果呢 处处向着石小娜 我们都跟你说了嘛 石小娜打来的电话 我和傻猫在一起呢 他接了电话能不去吗 是不是 怎么还瞒起我来了 气死我了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让他也钻空子 我告诉你啊 你要还像以前那么大度 兴许还没事 对不对 再说了你也清楚 那傻猫跟他们合作 那多助之为了 找石小娜她爸 讨回公道了 就怕公道讨回了 人没了 那就只能说明啊 你运气不好 你俩没缘 不爱听 杰小壮 你叫你别动 是盐味咱别动 这事你说了不算 是盐味咱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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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盐味咱别动